進口彈風波引發了各界關注 新北市有民眾在日前網路上 PO文 說他從超市購買了台農 雞蛋 還沒有到效期 結果內部就呈現了黑綠色 不過行政院長陳建仁駁斥說 這是假消息 農業部也派人到警局報案 對發文者提告妨害名譽 警方昨天晚間是找到了PO文的男子 他道案堅稱說沒有造假 還是被韓宋檢方卷辦 藍營男子走進派出所 會被通知到案因為這件事 碗裡彈役 黃綠絞雜 蛋殼內部還是一片黑 四十歲謝忻男子 在網路PO出這張照片 提到九月十八號 連鎖潮市買的台農雞蛋 十月七號才到期 怎麼會是這模樣 詢問難道買到進口蛋 這番言論傳出網路快速流傳 也讓農業部二十七號大動作報案提告 警方巡線找到發文者道案說明 謝信民眾承認這張相片是他所上傳的 那雞蛋也是在他這個連鎖商店所購買 那至於雞蛋內容物呈現這個黑綠色的狀況 那本分局還是由專案小組進一步做一個調查 男子間稱沒造假 也同意讓警方採證手機 不過雞蛋有沒有問題 原警說還要查 但全案以妨害名譽最嫌韓宋 檢方爭辦也引發在野黨不滿 今天我們要來這邊來去檢舉 告發陳建仁跟陳吉仲假消息 把炮口對中央質疑潛制民眾發聲 尤其行政院長陳建仁說網傳照片就是假訊息 藍營也告發陳建仁及前農業部長陳吉仲 農業部跟行政院查證都沒有查證 憑什麼說這個就是假訊息 而且他也沒有查證過說這個是假消息 所以他是不是也在講假消息 台農蛋品流向被藍營市議員質疑四百二十五萬顆進口蛋流向不明 更揭露國軍吃的蛋將近一半由台農供應 喊話國防部停止合作 國防部發聲明坦言你依協議書要求停止供應 後續依檢調查查結果 依約品辦維護官兵權益 記者 崇安勋皇配案張美如陳常委 台北報導